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 你们好 今年这个总歌作业啊 遇到了很多余运往年大不相同的事情 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注意到没有 今年稀奇古怪的事情是特别多 我今天就我这个棚里发生的余运往年 不一样的事情我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 今年我棚里的鸽子余点出的特别多 以前有一些是出灰的或者是灰叉条的 今年变成了雨点或雨点白条 你看这一队鸽子啊 以前都是出灰的 现在呢竟然出了雨点白条 你看这一队也是 从来没有出过雨点的 现在呢还竟然出了雨点白条 那这一队是我的分离卡 每一次都是出灰 或者是灰白条 但是今年就出奇的 他出了雨点白条 这是呢 奇 还有呢 今年又有总歌下三个蛋的 以前我就说总歌下了三个蛋 有的朋友说是不可怜的 也许是其他的鸽子 跑到他的窝里来下的 今年呢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他自己下了三个蛋 因为我今年中歌配队 全部都是采取官农的 其他的鸽子想到他窝里来下蛋 也进不来 我今年这里的鸽子全部都是一队一队的 没有单一只鸽子 多余的鸽子 我全部拿到我前面空房子里去了 这里都是整队的 也都是官农的 朋友们看过我以前的视频就知道 我全部是官农配队的 你看这里下了三个蛋 还有一点更加奇怪的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对鸽子 父母都是灰鸽子 不但下了三个蛋 还服出了三只小鸽子 这一只我以前我认为是红酱 是红酱呢 那就不稀奇了 是吧 也许这只灰鸽子的上背 它有酱 然而现在从它 这个语色来看 应该是黄金甲 应该是黄金甲 这个语色你看 很黄很黄的 她的父亲呢 是这只灰 这只灰呢 是我们朝湖市 元姓歌习会老会长 乍会长 服传支援给我的 这只词歌 是她的妈 血统是乔斯图类 这就奇怪了 我想都想不通 她怎么出了一只黄金甲 出了两只灰 我这个棚里 就这一只黄金甲熊 黄金甲熊呢 本来也是灌浓的啊 在这里服了一对小鸽子 后来呢 这些鸽子都出小鸽子了啊 我才开始把门打开的 一些鸽子才能出来 朋友们 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这两只鸽子上背 有没有红匠 或者是黄金甲之类的 我也不清楚 因为那只词歌 熊哥是我们合肥是赛给明家 曲伯全老师支援我的 熊哥呢 是我们老会长 扎会长支援给我的 对于他们上背究竟是什么颜色 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鸽带遗传的原因吧 只能这么解释了 朋友们 你们今年是不是也遇到了 这样一些蹊跷的 稀奇古怪的事情咧